说一下习近平和拜登讨论的说话,我们从新闻稿看到,详细我们不能知道这两个说话是什么 还有两点提出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姿态是什么 第二,对于中美会不会构成有进一步的所谓的不可控的意外,要看美国的造化 第一,很多人还在想一个所谓话题,就是中国永不清霸,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所谓第一的地位 这些说话很多人有一个解读,就是说中国一定要委曲求全,尽量不挑战这位大佬 好,这就是根据哈佛大学的教授,大家都很清楚,叫阿里森 这位阿里森就提到所谓的修识底德陷阱,所以说我们就要觉得我们是需要避免作为第二号的国家去挑战第一的时候所发生的战争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作为第二号的国家去挑战 听回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对话里面来说,就是这个通话来说 根据这个法局来说,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提到我们用什么资贷和美国谈谈 我们有什么责任,就是我们是两个能够主导决定世界命运的两个大国 你不是大佬,我也不是弟弟,很清楚,是两个大国 这个已经谈了,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国家核心概念 就是说所谓叫新型的国际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也是很巧妙地告诉你们 我们是合作共赢 我们是寻求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 合作共赢 如果你不深入去听这些说话的话 你不知道就是说,2013年中国已经开始说 我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叫做大佬 我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叫做主导国家 我只是告诉你,我不会挑战你美国依然的目前的地位 但是你也不要阻止我现在作为一个世界领导的角色 我们可以共存 共存这件事之前也说过 就是说2013年我们已经消除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做主导国家 没有这件事 不是第二个挑战你第一个大佬,没有这件事 我们只是两个大国在这里 你不挑战我的事 我就不会跟你冲突 我可以跟你合作 所以为什么一而作再而三 都不怕沉起,都会跟你和你聊 聊完,你原来根本你过几天就会叫佩洛西去搞你眼快之行 你的军舰已经在聊电话之前,已经回到南海了 你就处处逼人 第一段,刚才听得很清楚 里面说什么,第一个大国就告诉你 我们的达国关系 我们不是挑战你,你也不能阻止我 所以说我们是共同的责任 所以谈清楚这个责任 现在世界真的很乱 我们有通胀 有这个所谓叫做密咖啡掌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难都不要说了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合作来归手 不是你是大佬,我要跟你走 我不是跟你缓和 你不要也打算改变我 清楚了 不是强硬的问题 这是重复一次 2013年我们说的所谓叫做 实现我们的身形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亦都再说一次 我不承认 亦都不认同 有这个叫修色底德陷阱 这样来警惕我们中国,没有这件事 反而你要警惕你 达主席说得很清楚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说 如果你不想有战争 不想有军事的冲突 不想粉身碎骨 不想坎头埋牆的话 请你尊重我们中国民族复兴 我们的唯一大意义就是统一我们的民族 重拾我们过往的地位 我没有以挑战你 不要说有我没有你 你有你,我有我 清清楚楚 但是如果你是处处逼人 无论你是搞这个 怎么说 一个美国的所谓的 中国模式也好 你就要小心一件事 刚才都听到 所谓叫强硬的说话 就已经隐藏了一个 所谓叫杀机 什么叫杀机 民意不可为 换火必自焚 这个就是杀机 为什么 民意不可为 你动得歪了 踩到红线的话 你就是站起 14亿中国人民的对面 对立 你玩得起吗 我告诉你 你玩得起 就玩起起火 同一时间你会自焚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厉的 一个 所谓的 亮点就是 我们已经说了 如果你不想 美国 作为这个 无论你是第一 第二大国 如果你不想 堕入 修飞抵得陷阱 美国最好就是 你要 把持住你自己应有的 克制 否则的话 很难避免 因为说明 民意在手 我们随时 有任何的理据 任何的实力 任何的底气 都会跟你作出一个 非常严峻的交锋 责民主席去年7月1日 建党百年已经成流说了 我们不是会攻击人 但是我们14亿人民 组成这个坚决的长城 如果有人敢挑战 或者是 再当我们是 好像200年前的中国一样 你们将会 撞得头破血流 严峻的说话 有杀气的说话 一而再再而三 习近平主席之前 军方的所谓叫做 军事冲突 或者是 所谓叫做 嚴震以待 等等 都是这些 没有杀字的杀机 的一个提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定 有杀字 如果你说 军事冲突 无论如何 不会是 大家是 无事无干 打游戏机 是没有的 少少军事冲突 既会有人命伤亡 既是会有杀伤 尽而知 两个是核子大国 你也知道 情况去到哪里 你也今天是今天 也不需要幻想 可以用什么叫做 制裁俄罗斯的手段 去恐吓中国 所以呢 整件事 就是明主席来说 说了三个两点 第一个两点就是 我们依然跟你说 合作共赢 因为呢 大家是 我们建立的 所谓叫做 新的国际关系 所以 重点一 你不是大佬 我也不是小佬 听清楚 我们不会跟你搅缓 不会 打侧面 不会避忌你 第二 你也不要犯我 因为呢 讲到这个 主权的问题 民族护士的问题 这件事 玩火自焚的话 你可以颠量一下后面 是在说什么 自焚会怎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 也都清楚 再跟着我说 就是说 如果避免到 大家 那个 中国现在 你说他复兴可好 挖起好 总之 我不会犯到你 我不会挑战你 我不会取代你 美国 我不会出去 抢你的地方 不会抢你的霸权 但是问题呢 请你呢 要小心 好了 讲一下话题 关于习主义的很多新型的 所谓的自觉理论 或者新型的外交的原则 很多人 在香港来说 未必掌得到 最近看到 柳佑时报 好像很当是新闻一件事 就说 舒展了很多习近平 所以要谈这个自觉理政 跟着呢 又说 好像那些高官 又要学习 习近平 那个 说话 说话 找这些过气教授 这是洋人来的 这些洋人 就说 之前 香港没有这些东西 学习这些 所谓领导这些东西 同一时间 作为大国之民 刚才 在这个通话里面 已经见得很清楚 我们不会承认有这个 叫做 第一的大国 我们也不是第二的 所谓的国家 我们是平起平坐 相投并进 两个国家一起 对整个世界去负责 没有修得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一回事 这些是美国 这个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 阿里森斯基 他作出来 你想去约束我们 不是 更加适用于美国 你不要挑战我们这个 真的将会变成第一个国家 如果你真的要避免疫症的话 真的要敦兵力行 你不要想着我 你会让你 这些硬气说话 这些自觉的想法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 传递给我们 整个社会的持分者 包括这个官员 老师 甚至和学生 但是你现在 你放这些书 你觉得这件事 好像很宣传色彩 这个宣传手法 可能就需要改善一下 因为习主席的理念 国情的教育 你真的要变成一些 真的不同的宣传方式 才行 但是 今时今日你要主动学习 我们作为大国有什么责任 我们大国有什么眼界 我们对香港 这个地方 作为香港人 我们如何和国家配合 这些真的要明明白白清楚说出来 这个不需要害臭 不需要怕别人有什么反对 如果有人反对的话 建制力量应该出来 群立而攻之 保持我们应有的所谓的态度 所以从习主席和拜登的谈话里面 我们听到这个讯息 一二再再二三 所谓我们新型的国际关系 我们主权不用有任何的侵犯 我们也不惜一战 这个说得很清楚 同时如果美国是需要合作的话 我们是欢迎 因为从来我们没有想着取代你 没有说我抢你一碗饭吃 而根本这个世界够大 因为习主席已经之前去年说了 这个世界够大能够融入两个大国 所以不要说第一第二这些情况 这些是怎么学习呢 跟这个西方精神香港的教育很不同 香港人要促使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阶段 中国现在很不明 所以我们要出众民主 很多民主派都这么做 很伟大的 错了 今天你不是中国人 今天你都没有一丝一毫 中华民族的基因 还有很多外国学者也是 不过最近人转态 我不说谁 挺深深的 经常在说我们要接规国际的别墜 这些套路这些说话还没清除 还没建立新的华业权的话 香港很难推进 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走什么 思想工具不够 那官员怎么做事呢 这么大的官僚机构 所以这些这样的教育工作 二组都不宜迟 一定要全面 也都不是单是在个别的官方的层面 官员的层面 老师 学生 校长 家长 都需要学习 怎么学习呢 是否好像现在那样 比较宣传色彩呢 这个就是由官员 又负责的人去考虑这个细节问题 不过我作为持分者 我都够资格 够 资深 去说出我的说话 就是说 这些教育 不能少 因为我每天看到很多新闻 我们看新闻 就是读不到什么深层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是靠在这些教育 我们怎样将这些新闻 将这些动态 转化回来 再变成一个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 以文目掩 一点一滴 这个 新闻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标为本 我就在那里看着 那些目标 这些成果 什么时候达到 大家好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巴士的部推出的一个新服务 石楼台 石楼台提供独家的内容 给我们忠实的观众 订阅石楼台 每天不用港币两元 就可以看到我陆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团队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独家内容 帮我们在YouTube频道的节目 是不会减少的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在画面下面的资讯栏 点击石楼台的连结 就可以浏览到 石楼台的内容介绍 和免费试看一些精选的内容 另外 亦都可以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网站 亦都可以找到石楼台的 请大家去石楼台看看 多谢大家支持